Hello,大家好 浪子走中国,用脚步上连中国 我现在在河南,洛阳 洛阳是中原明珠,华夏之窗 千年帝都,牡丹花城 这个视频,我将带大家看一看洛河两岸的城市风光 看一看洛阳这座城市究竟有多美 现在我正走在牡丹大桥上 这边是中原明珠塔 建于1996年 跟上海的东方明珠塔很像 这边一块是中国国花园 每年四月份的时候 牡丹花嗨 非常的漂亮 看一下洛河两岸的城市建设 高楼林立 非常的繁华 看一下对面洛阳的城市风光 都是摩天大楼 非常的繁华 洛阳 洛阳不愧是中西部 非省会第一城 看一下前面这条洛河啊 水非常的清澈啊 这条河最终是流进黄河的 洛阳的城市绿化 还在河南省第一位啊 甚至比省会郑州的环境还要好 毫不夸张的说 洛阳是北方最漂亮的城市之一 等下夜幕降临的时候 我带大家看一看洛河两岸的 夜景啊 洛阳的夜景非常的漂亮 洛阳 洛阳拥有的高楼数量也是中西部 非省会城市最多的 都说北方城市缺水 洛阳的水之沿还是相当丰富的 在洛阳境内有四条河 牡丹大桥在设计上非常的合理啊 这边是专门的人行步道 这边是电动车道 中间才是机动车道 非常的方便 洛水穿城而过 把洛阳城分成两部分 一边是洛农区 一边是西宫区 洛阳的城市建设还是很大气的 非常的震撼 洛河边的绿化环境也非常的优美 我们沿着洛河边走一走 这是洛河边的一条绿道啊 这边有很多休闲的椅子 可以供市民休闲 现在洛河旁微风徐徐啊 吹得很凉爽 这个中间是一个江星岛 从这个视角看一下牡丹大桥啊 非常的雄伟 洛阳虽然是一座北方城市 但洛阳的城市绿化 完全可以跟南方的城市媲美 洛阳虽然是一座北方城市 洛杉柳一 前面就是中原明珠塔 装与的室片 洛杉柳一 中原明珠塔下 还有露营的 江边的风吹得好舒服 洛阳牡丹大潮 这边江边种植了很多柳树 我们沿着这边的江边也走一走 江边玩耍的小朋友 夜幕降临 华东初上了 可惜中原电视塔的灯光没有拍 不得不说 这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 现在已经八点钟了 我就不再等了 行吧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浪子在穷有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见 明天天上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下感觉到此 我们下巴 就不离 这个